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他的文学基因遗传给了孙女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系统教育 但是自学成才 练就了一首好文章 有句话叫富有诗书记自华 上官婉儿有才华 才十岁出头的年纪 就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 上官婉儿的气质 一点也不像是女奴 就引起了五妹娘的注意 五妹娘出了几个题目考上官婉儿 而上官婉儿应答逐流 丝毫不逊于那些好守穷精的近世们 五皇后大喜过望 就让唐高宗纳上官婉儿为才人 大家都知道 五妹娘也是才人出身 才人是正无品 也算是唐高宗的小气了 唐高宗晚年的时候 可以说是百病缠身 对于雨水和欢之事 也就是力不从心了 五皇后给了上官婉儿 一个才人的名分 只是给她相应的品级待遇 龙床士气的事情 估计是没有的 徒伟李之亭老师 饰演了李治剧照 感谢原作者李之亭老师 上官婉儿在武则天的提拔下 可谓是春风得意 在武则天当朝的时候 上官婉儿凭借出色的才华 成了武则天的古宫之臣 上官婉儿的历史上 有两个著名的称号 内宰相和女宰相 她的权势地位 由此可见一般 武则天晚年的时候 朝中可谓是暗流涌动 五三四为首的武家子弟 和张义之哥俩 都想取代太子李显的位置 李显虽然是太子 但是地位并不稳固 以张俭之为首的中唐派大臣 害怕一场梦多 就发动了神龙政变 逼武则天下台 扶李显登基称帝 在这一场决定江山姓李 还是姓武 或者姓张的兵变当中 上官婉儿坚定不移地 站在李昂皇室一边 这一场政变 上官婉儿在宫中充当内应 为光复李昂皇室立下了汉马功劳 上官婉儿有功 有功就得封赏王 李显对了表彰上官婉儿 把上官仪追封了一番 上官仪死了 再追封也没用 李显还得封赏上官婉儿 问题的关键是 上官婉儿是个女人 再怎么封赏也不好直接封官了 李显对了表彰上官婉儿 只能给她一个结余的封号 结余虽然名义上是李显的小妾 但是对于上官婉儿来说 只是享受相应的待遇 并没有得到李显的宠爱 神龙政变之后 出现了主若陈墙的局面 李显这个皇帝 是功臣们拥立上去的 张俭之和还念范等 神龙政变的功臣 势力都飞 长强大 李显害怕功臣们伟大不掉 就想借助以五三司为代表的五家势力 和以为皇后为代表的七族势力 来制衡功臣集团 李显想拉拢五三司 决定派五三司的情人上官婉儿出马 徒为卒平老师饰演的上官婉儿剧照 感谢原作者卒平老师上官婉儿这个人 虽然当过理智的财人 也当过李显的结余 但是两个名义上的老公都不宠他 五三司倒是颇有怜香惜玉的情怀 因此和上官婉儿纳杀了 此时点出新唐书语 婉儿通五三司 故诏书推幼武士 一唐家 李显让上官婉儿拉拢五三司 得到了五家势力的支持 上官婉儿还因此被尽封为二品昭容 五三司死后 上官婉儿又和太平公主结盟 共同对抗为皇后 李显死的时候 为皇后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帝 就是被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联手叫皇了 为皇后的实力越来越强 眼看着就要成为武则天二点零版本了 关键时刻 太平公主和侄儿李隆基 发动了唐龙政变 把为皇后杀了 李隆基的死党刘悠 求带兵杀入宫中 上官婉儿带着宫女们列队迎接刘悠囚 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这个刘悠囚 此君是唐玄宗的心腹 唐龙政变后 被唐瑞宗李旦封为世忠 唐朝的时候 实行群相制 世忠就算是宰相了 唐玄宗当朝的时候 增补了三十七位历代大唐功臣 魏林阎格功臣 为了与李世民的林阳格二十四功臣有所区别 史学界把刘悠囚等增补的林阳格功臣 称为后林阳格功臣 刘悠囚是李隆基的死党 他觉得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是同盟 刘悠囚为了削弱太平公主的势力 就想成乱兵之际杀了上官婉儿 刘悠囚请示李隆基 得到了李隆基的许可之后 就把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上官婉儿杀了 可怜的上官婉儿 没死在敌人为皇后手上 却被自己的塑料同盟刘悠囚杀了 当真是红颜薄命 我见有脸 图围郑爽老师饰演的太平公主剧照 感谢原作者郑爽老师上官婉儿的死 引起了太平公主的强烈不满 太平公主不肯善罢甘休 决定为上官婉儿讨回一个公道 李隆基一口咬定 是在乱兵中误杀了上官婉儿 太平公主只好请皇帝各个礼赞 为上官婉儿主持公道 唐瑞宗李旦见妹妹太平公主和儿子李隆基在扯皮 也怕事情越闹越大 就出来祸悉尼了 唐瑞宗首先确定上官婉儿是被冤杀的 然后给上官婉儿办了一个高端大器上当次的葬礼 李旦为了让妹妹太平公主消气 给上官婉儿遇刺了一方穆志明 穆志明里高度赞扬了上官婉儿对大唐的贡献 原文是这样的 昭荣居安以为 楚显一态 且陪倾尽 韦孕与乾坤之间 对于上官婉儿的死 李旦则用句帽发封 王申于苍族之计 把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 就是说 兵变的时候 将士们杀红眼了 以至于误杀了上官婉儿 而 人死不能复生 既然皇帝把上官婉儿的死定性为误杀 太平公主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给上官婉儿办了一个高端大器上当次的葬礼 李旦为了表彰上官婉儿的贡献 还给他一个高端大器上当次的嗜好奔会 古代的时候女人们里面只有皇后等级少数人才有嗜好 上官婉儿得了这么一个嗜好 也算是身后哀隆隆重了 参好书目 资质通鉴新旧两堂书 上官婉儿目之名 随唐往事系列贴文 由王福星原创 马自不易 请尊重原创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 委托维权公司代理维权 未经授权转载者 维权公司会代表本人维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未经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